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说一个比较尖锐的指向 就是说真正的电炸能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电炸的土壤在哪 好些事情你要破坏它的土壤对吧 其实这个土壤里头除了各种信息的泄露以外 我们这次要说一下电信运营商在这里头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一个报道来自于新浪网 新浪网的半管导都市报里头的报道 写的的话是这个运营商内轨提供8000万个号码给犯罪团伙 注册微信号售卖用于电厂活动 这个报道是看破获的916特大黑灰产系列案件 里头看见的情形3000余部手机开热机 在这自动注册微信号 警察这一群非法注册贩卖微信的团伙就批一辆注册 微信号就300余万 我们看一下这个报道 这报道里头仅仅一个省的电信就提供了什么 8000万个虚假的号用于注册平台微信号 我们就里头说一下这个事 为什么要说这事啊 你这里头运营商单怎么多少责任 现在的话呢 你公开讲 都是说运营商的内鬼 内鬼几个内鬼 内鬼一说推占内鬼以后呢 可能就是他有关的这个犯罪团伙 买的具体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呢 赔一点点 抓到他呢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责任啊 最多他抓了多少钱算内部的腐败 贪污受贿什么等等等等 大的呢 那就都过去了 这个电价呀 跟那个运营商 它是有利益链的 为什么讲这利益链 你想一个省8000万个号 中国多少人呢 那一个省多少人呢 你就算8000万个号对应到全中国 它只是一个案件 你8000万个 我们现在多少个电信用户呢 在你电信用户的比例是多少呢 怎么要算账了 我们电信用户的话呢 14亿人 对吧 你8000万个 你那14亿人分成好几个运营商 每个运营商8000万个 至少是运营商的 号码的10%啊 你运营商这个账户10% 就是某个案件的电价 你就这么讲 这里头不是几个人能搞定的 如果要真弄的话 你应该弄到这个运营商总经理 总裁才对呢 他这个运营报表是怎么做的 你运营报表里头 一下子的话 多了这么多用户 是怎么做的 你包括你像各种 这个电信用户商 他都愿意什么 你用户多了 他作为这个业绩 对吧 每次的话呢 你看上市他的公告 他有多少多少个用户 你这个多少多少用户里头 8000万个 是给电炸的 你是有多大的影响 这还其中一个 你要算算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里头 你像我们接的电话里头 有多少个通话是电炸的 怎么算算比例 多少个通话呢 虽然不是电炸 他跟 他的话呢 也是各种非法的推销 各种垃圾电话 垃圾信息 这是多大的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占着电信运营商收入的多少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呢 你像真正的话 这个电炸能实施啊 很重要的一点 什么 他这个电炸的通讯成本特别低 你像现在他缅北能干这事 为什么缅北能干 以前的这个通讯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 你打国际长途是多少钱 你要打小型长途那么多钱的话 他就不可能这么样的撒网的去电炸了 他这个国际长途 他那个电话费都交不起 是这么个状态吧 他炸的钱呢 电话费都交不起 所以类似的事怎么弄呢 谁知道是什么 你看原来的小广告怎么搞死的 这就是小广告的电话号码 谁打了的话呢 有个呼死你对吧 呼你一条 50块扣掉 你实际上这个电炸这事很简单 什么 你做了这些诈骗 打了这个事的时候 你接电话的 接到一个类似电炸 或者传销 或者垃圾信息的 我就投诉他一条 说他50块 我们不用多 我跟你讲 所有的电炸都会死的 因为他海量的打电话 每一个电话50块 你那个 我就是说 你只要国家设立这么一个号 投入来说50块 电信公司交 电信公司是有办法说 你下边哪个号打的 被扣了50块 我就要求你这号扣100块 你不交100块 我问你这号给你封了 或者你这号想拿号的时候 先押个50块的押金什么的 或者没有押金 你的老的电话号 对人来讲 电话号封了 肯定不止100块 就是你乱打电话 被别人投了 也可以 其实电信 它是很容易的 因为我们手机 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手机是双向计费 你不要小看这双向计费 双向计费是意味着什么 可以跟大家讲 双向计费 那就意味着 我这边如果是 他要投诉 要收钱的话 他都可追诉 他没追诉的 他怎么双向计费 对吧 所以这事很清楚 而且不光这个 你像那个电诈集团 批量注册这些社交平台的账号 比方说微信啊什么的 批量注册的时候 这个平台也该有感觉啊 一下子注册个好几百万的号 在哪的 干什么的 这个号啊 干了什么坏事的 做电诈的 投诉一下 扣50 你就是这个 比方说有账号 在你微信群里乱发东西的 投诉一下 扣他账号50 你也不用封号 封号有的时候 碰上恶意投诉 你在哪说的 谁恶意投诉什么的 你就给他告诉他 谁投诉的 投诉的人名都可以在 对吧 直接扣50 你要是他投诉有问题 恶意投诉 那么好 我可以告他 我说那个 你欧意投诉我 什么什么的 那也可以 对吧 你就是说的话呢 不像别现在这样 你一投诉 谁投诉你的都不知道 投诉内容也不知道 你要投诉他非法营销 谁投诉的 告诉你 直接扣50 这事就很简单了 直接扣50 马上这些啊 这什么电诈啦 这个社交媒体的 这些营销啦 这都没有了 你要明白 电诈这波的话 如果电诈的 这波电话没有了 运营商的营业额 要减少很多 你社交媒体的 这些电诈的 活跃账号没有了 他的那个报表 他那些融资很难看 这里头咱们不说 大社交媒体 大家说没可能 还规矩点 真正电诈多的 小社交媒体 小社交媒体 他好多时候靠着活着呢 你那个大量的用户 没了 他也不好融资 也不好什么的 对吧 而且有些小社交软件里头 还有一些很坏的 对吧 他比方说给他一些用户提供一些 重要的个人信息 对吧 他那些信息里头还有漏洞 那都是电诈需要的 跟电诈有关的 甚至呢 他在里头弄一些特别的APP啊 干什么的 那好多电诈都是什么 让你就测那APP 把你的信息给弄掉 后头有黑黑的什么等等等等 你就把这些平台上的责任 给他规定规定 给他这些APP注册了 里头被用过电诈了 APP担什么责任 就实际上是什么 你只要让他这个中间环节 担起责任来 就是说你这个电诈的话呢 他能横行是什么 是这个运营商什么责任都不担 而且当然你电诈多了 运营商还收入多了 你说这事闹的 他当然高兴了 你一下子有电诈集团 管他要八千万个号 这一下报表多好看啊 一下多了八千万用户啊 那那个多好看啊 从上到下到领导都高兴 你根本不会查这号怎么样 他最多是知道这号有问题的办事员 现在出来担责任来了 电信公司的收入还是照收着 电价给他交的运营费 电话费他还收得很很好 这你这个事你怎么能制止得住呢 你说对吧 你看明白这里头的这个利益链 看了这个报道就知道 这个利益链的故事 你看现在我们都说要手机IP IP地址什么的 你就想想嘛 手机能IP能定位 你三千个手机放在一个大厅里头 那运营商很清楚啊 你三千手机集中在这干嘛呢 都在干什么的 那你以为那运营商不清楚啊 运营商清楚得很 你知道吧 这事的话呢 运营商他不支声啊 他不支声 他里头都在这操作 那手机都给他交着费 多好啊 收入啊 所以这事啊 你真正的话呢 要把这垫扎出来 一方面呢 你是国外去抓不容易的时候 你国内他的这些利益链里头 得意的这些人 不作为的这些人 咱们还是可以想点办法的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